A-C- 劈跳舞 嗨 大家好 我是胖虎的鼓手小姬 胖虎是一個龐科樂團 其中混合了美式的龐科元素 還有日式的龐科元素 在胖虎裡面 我主要是使用 Pestik 20002系列銅板 2002在Crash方面有分成五種 就是厚薄的程度 最薄的是Thin Crash 然後接下來再是Crash 然後接下來是Medium Crash Power Crash 跟Wild Crash 這樣這五種 那我挑選的是Power Crash 那Power Crash的話就是變成是 因為它算是第二厚的 它的延長音很長 那所以我變成是 因為龐克曲風就適合比較草一點點 那所以我挑選這是Power Crash的原因 尺寸是17吋跟19吋 那這兩個尺寸稍微比較少見 以往在挑選Crash的時候 可能會是16、18 那我挑選的是17跟19吋 那因為寸數稍微比較大一寸 那所以我自己在表演的時候 比較大一點的室內的場合 或者是譬如說在戶外的演出場合 都非常的有存在感 那接著我介紹一下我挑選的Hi-Hat 我挑選的是2002的Sound Edge 它的特色是 它在Hi-Hat的bottom 是有做一個波浪的形狀 那這個波浪形狀會讓Hi-Hat 就是產生一種比較明亮一點的聲音 因為其實Crash就已經是蠻明亮的 而且就是 而且嚴音也很長這樣子 我會希望就是Hi-Hat 不要被Crash吃掉的一個音色 所以因此我選擇Sound Edge Splash的話我是選擇是10吋的 那那時候我自己在抉擇這個Splash的時候 那時候有考慮8吋的 然後10吋的跟12吋的 8吋的話就是因為它寸數比較小 嚴音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就變成你打下去 可能就會被其他的銅拔吃掉 那因為12吋的直徑就比較長一點點 比較大一點點 那所以它聲音相對的就會稍微比較暗一點點 甚至有一點點快要接近Crash的感覺 它嚴音也比較長 所以那時候經過幾番思量了之後 我那時候就挑選10吋的Splash 這樣一方面它又有存在感 然後二方面它的嚴音又不至於過短 會被吃掉這樣子 我選擇的RIDER是 就是PESTE2002的RIDER 我特別挑選這個20吋的RIDER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比較聲音過後 我發現就是RIDER的聲音是最剛好的 我也會在就是RIDER上面去Crash它 所以它的厚度不至於太厚 然後也不至於太薄 它嚴音是剛好的 因為有時候太厚的話 你在Crash它的時候 那個聲音有點太過集中 就散不開來 就是沒有那個毛邊的感覺 所以這個20吋RIDER 對我來說是最剛好的 因此我選擇20吋的RIDER 就是完全嚇一跳 以往對China的聆聽的經驗是 就是有些China聲音太過集中 散不開來 打下去就是只有一個很空洞的聲音這樣 可是那時候我聽到這片 No More China的時候 演音非常的長 而且它的音色是很炸裂的 就是完全符合就是我心中 當我在一個段落裡面 我要做一個重音 它應該要有的那個China的分量 就是大家一聽就知道 這個聲音就是China這樣 在這個節目中 也按不來 再剛才再在這裡 就是這樣 就是等會 在這個app acá 那裡還有一個小孩 你也沒有想到 記憶和聲音 還不要看 憶一聲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